大家好,我是喜欢游会的人来测 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的中章4预测 打卡当天,小赞官方在推特发了一系列关于虚弱的消息 我会结合以前随老炉的讯息 说一下中章4会发生什么事 等BD开门当天,大家就可以回来打我的脸 目前中章4有5个PV 第一个是中章3后的瑞翼之路中 而第二第三个是去年11月的PV 而最后就是7月6月的PV 与第二第三相比,这个PV更注重在Fitch战上面 首先这个PV的前半部分是由某某奖说的 某某奖就是何老陶 在最终章为了避免留机 将是老陶人们决定打冬季无限杯来换取特殊推荐的机会 也因此成为紫面向的队长 当然实际掌控权已满在美穗身上 所以当美穗的丝毫被击毁的时候 全队失去指亏 大家都在猜是某某奖还是小军神泽子会接管指亏权 现在从PV旁白来说,某某奖的机会大幅提高 当然有一种可能性是 他是队长,所以由他说 里面我们可以发现 由此至终,战车数量都是9-1-1量 因为在中章3的最后4号以及30是跟大队分开的 在4号被击毁之后,30就变成落单 例如在最后这一刻,只见7辆战车,不见3-4 可以看出这应该是比较前段的 之后三尺交互战斗的画面应该是比较后段的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天气逐渐变坏 天降大雪,人间度大幅降低 要积了中章3的时候是还没有下过雪的 这不是第一次大喜在极地地形打仗 但他们要面对的是更为恶劣的天气 以及更上场雪战的敌人 这将会是一大考验 另外里面有出现一个奇怪的角色 他的坐车有可能是KV-11942型 因为上方的舱门以及后方的两个前望镜 而且这个设计是完全不像T-26以及BT-42的 看他拿着朽风琴以及夸张的发型 立马有网友觉得他是Netta 芬兰摇滚乐队,列宁格的牛仔 还找了他们拿手风琴的照片 你们觉得上吗? 最后一个亮点就是KV-11942的OP了 中章4-6的OP将会是Never Say Goodbye 有万年不变的ChoCho演唱 换了OP这时基本上是全世界的共识了 所以也不意外 Show Mio CM里面的歌词大概是这样子的 依着这个名字 这作品《九成九》会在春天结束 在少将故事线刚好过了一年 到那个时候应该会交代大喜展示到的未来了 那这是谁倒炉呢? 他经常在推特说一些会日文也可能不懂的东西 在这两年他时不时就会透露一些续作的细节 在去年九月一日 他就曾经说中章4将会有前所未有的场景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会日文也不懂吗? 8月9日 他说中章4将会有许多的新角色 9月5日 他又说经常忘记新角色们的名字 即便记得了也搞捆了 证明写就是分别暗示以及明示 续作会有许多新角色 8月10日 他说中章4将会有一季以来最多的战斗场面 而相对的中章5会有更多的日常 而在今年3月31日中章4发布上一日期的时候 他就有提到本化的动作场景将会是一季以来最多的 也会有许多新角色 似乎噪音着新PV里面的人物 4月5日 他再度前往大喜考察 不过按照制作进度 他应该是为了中章5而不是死 6月20日 录音康特乐琴 也就是米卡的乐戏 也可以暗示着会有新的音效 甚至是音乐 之后在6月28日说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中章4将不会有任何日常的情节 这下子都真的搞明白了 首先大喜应该不会输 刚才我就有提到 某某奖是打冬季五仙杯嘛 他们的目标是要获胜 即便打出正规战 也会拿其他方式来让他升上大学 这样子绝对不是一个几分钟的过场 就可以搞定的 你要记的是 剧场版从费上那一下 到打这个大学队 是花了30分钟的时间的 而且请问你要怎么联想 后段的圣哥VS黑色风呢 所以应该会是 大喜打赢 然后之后圣哥VS黑色风 然后中章4完毕 全场进入日常状态 等到中章6的时候 再打 也就可以达成了 中章4没有日常的条件了 至于详细呢 在丝毫被击毁之后 大喜瞬间乱作一团 此时我们讲 偶尔小军神跳出来安抚大家 他命令30马上给我归队 此时天降大雪 让30找不到大队 不过也让继续找不到人 其后他们才记出高地会师 不过此时他们发现 正在被继续团团包围 一面是自命的主力 PT-42 另一面又要看那些冒出来的 洋子以及KVS 接着随着继续打上来 他们必须突围 于是虎劈带头撤退 旗舰部队再次遭到分割 各车必须要跟那一大批新角色 斗智斗勇 他们应该会有什么音乐输出 吹火哨把大哥吹死等等 三世不断逃命 一颗炮弹下去让他被滚至山坡下 最后洋子发现卡在山坡下的三世 就在开炮前那一刻 继续骑车被大型某车击毁 抢先获胜 我觉得应该会是这样子啦 毕竟 Clutch是少战一大特色嘛 中章4的经历多次的延期 已经隔了两年半了 不知道中章4会一如既往的好看呢 还是会有想不到的惊喜呢 现在已经通关了 日本各地都有电影院上映 根据中章3里面的潜规则 直到BD播出之前 都不能剧透或者是讨论未公开的剧情 如果真的忍不住的话 不要犹豫 亲身前往日本吧 所以顺便去看一下大喜哦 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再见 拜拜